大家好,我是小麦 今天我们来烤蒜香鸡翅 用烤箱烤出BBQ的风味 急火短时间 鸡皮非常酥脆 里面的肉依然嫩滑多汁 一盒鸡翅用冷水泡15分钟去除血水 我这盒鸡翅有16个鸡翅的中段 去除血水以后尽量控干水分 现在来加腌鸡翅的料 加入料酒、生抽、蒜粉、姜粉和盐 定量多在饰品上 如果没有蒜粉和姜粉 可以加蒜片和姜片 不要切成末 切成末粘到鸡翅上很容易就烤糊了 然后再加入任何一种 加到沙拉里面的干的荷尔布来增加风味 加完料以后抓匀 腌制至少三个小时以上 或者是一个晚上 腌的时间长一点 比较入味 这些鸡翅腌制了一个晚上 现在可以烤了 烤之前拌一点点油 这样可以大大的减少烤的时间 烤的过程当中 鸡翅本身是要出油的 但是加了油 可以缩短烤的时间 说到这里 我想起一个朋友家 烤鸡翅放老抽来上色 完全没有必要 看看我是怎么用烤箱的 短短几分钟 鸡翅就上色了 而且外皮很酥脆 鸡翅放入烤箱 开烤箱的broil档的高档 让鸡翅在高强度的红外线下烤 在视频的后面 我有说明关于烤箱的broil档和big档的区别 听听 噼噼啪啪的声音 鸡翅上的油脂很快就烤出来了 也上色了 等鸡翅上色了 就翻过一面来烤 很快另外一面也上色了 鸡翅就烤好了 全程不超过18分钟 用这种方式烤出来的鸡翅 很接近于barbico烤出来的鸡翅 鸡皮酥脆 少油脂里面的肉依然嫩滑多汁 烤箱的broil档和bake档 是完全不同的烤制方式 用broil档 食物是直接暴露在高强度的红外线下烤制 用bake档 食物是在烤箱产生的热辐射作用下烤熟的 如果是烤鸡翅鸡腿羊肉串牛排之类的 要追求barbico的效果 让肉的外面酥脆焦香 里面依然嫩滑多汁就用broil的 谢谢来访小麦美食频道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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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